哈囉 大家好 又到了真正有意思的時間囉 大家知道嗎 小小的台灣竟然高達了335個政黨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台灣民眾黨申請的流程有哪些 第一個 在15天之內要在內政部的政黨 全國性政治團體的資訊網上面做一個申請 內政部會提供你一個臨時賬號去做備案 所以在第一階段呢 台灣民眾黨的名字 其實在第一時間內政部已經知道囉 那當然在8月6號他必須召開成立大會 成立大會當天我們的柯主席 他就已經簽署了第一份的公文 提供給內政部去送審 那在這30天之內呢 其實時間也快到了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 在這30天內 內政部必須要確定說 到底是不是要核發或者是否定 那接下來呢 30天之後呢 申請備案完成 會有一個備案流程 還有圖計啟用 在圖計啟用之後的30日內 要有一個法人登記 所以其實整個在中華民國呢 內政部的政黨申請 就要花將近90天的時間喔 那所以接下來想跟大家說 通過政黨多久的時間 在這90天內 每一個政黨我們以2019申請為例好了 第一個 中華人民團結同心黨花了82天 和和文化黨42天 安定力量花了51天 中國紅色統一黨花了57天 喜樂島聯盟花了19天 想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知道 蜂蜜檸檬的吳二陽先生 他的白色聯盟 他只花了5天的時間 就完成了政黨的申請 在這個部分真的是 嗯 我們喝一杯蜂蜜檸檬好了 人生短短幾個秋 啊不醉不罷休 台灣民眾黨最後要花多少的時間 才能完成申請通過呢 相信在內政部 怎麼樣高品質的效率狀態下 希望可以能夠盡快得到消息喔 我們也可以用更好的角度跟空間 跟台灣人民訴說台灣民眾黨到底要為台灣人民做什麼事情 接下來想跟大家說說為什麼要有第三勢力的政黨還有台灣民眾黨存在的價值呢 台灣民主政治其實已經透過了30年的政黨文化轉變 政黨輪替不斷地在灰塵出新的狀態下 其實大家是不是對於藍綠的惡鬥還有政治的紛張其實已經很麻痹了呢 我們其實應該要說政治上失去了黑白 行政上失去了專業與是非 其實最重要的是 各個政黨失去的是台灣人民的信心 透過了意識形態還有統獨的政黨 坦白說在台灣已經夠多了 那台灣民眾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法治人權 居住正義 脫英脫友脫老 國家的產業 民生的經濟 還有我們光寒落勢永續經營的精神 這就是台灣民眾黨要繼續推廣的 當然我們希望內政部可以盡快的給我們核發下來 那想要跟大家說在失衡的天秤中 2020能不能讓台灣留下一個選擇的機會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一直說 2020是我們的民主生實的權衡戰了 希望呢在台灣民眾黨努力的狀況下 可以有更好的機會跟資源來進入我們的台灣國會 那這時候想跟大家說 其實台灣民眾黨為什麼一直要說 提好提滿34行呢 立法院他分了8個委員會 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內政部 內政委員會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 教育文化委員會 還有我們的交通委員會 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想跟大家說一下 台灣民眾黨在這8國委員會 其實要怎麼樣去提專業的人士進駐呢 目前台灣民眾黨的方向有5大方向喔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名代還有全國性的政治人物代表 第二個是媒體 第三個是社運人士 第四個是專業文官 當然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我們的企業界的文化代表囉 台灣的政黨是一個高包容性的一個社會環境 在台灣民主的狀態下 台灣民眾黨可以怎麼做呢 台灣民眾黨希望的是 海納人才 不分黨派 我們一起來看看怎麼樣可以讓台灣是一個大贏的狀態 所以呢希望在未來 台灣民眾黨在這8個委員會 5大方向可以海納百川 吸引到更多專業的人士來進駐 這才是我們台灣民眾黨存在的意義 第三勢力或許是大家覺得說 欸為什麼要來分裂藍綠 其實不是分裂藍綠 而是如何在這民主的社會裡面 可以在藍綠之間多了一個聲音 多了一個選擇 讓大家可以好好的來去辨別 台灣民眾黨可以為台灣人民做些什麼事 在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說 只要有能力為人民做事的 我們都非常歡迎大家來加入我們台灣民眾黨 那當然啦 我們台灣民眾黨現在在做一個爭鑑的計畫哦 我們台灣民眾黨的黨徽希望能夠全民參與 所以在這個地方 大家如果有興趣歡迎到台灣民眾黨的粉絲專頁上面去關注 我們的征見到8月31號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希望在第三勢力裡面能夠展露一些頭角的話 歡迎到台灣民眾黨的粉絲專頁來去關注 希望在未來意識形態跟同獨的政黨在這麼多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夠了 那在適合的天平中 2020是不是能夠給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是不是值得有一個更好的選擇機會 請讓我們持續鎖定品觀點哦 那當然在這邊 甄宇想要呼籲一下 連勝文先生 對於國民黨團結的問題 真的啦 不要再推到柯文哲身上了 國民黨需要團結 各政黨需要團結 切勿不要再開除任何的黨員 團結是大家邁向前進的一個最好的方向 那對於台灣民眾黨 提好停滿34席 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大家對於立法委員 專業的進駐立法院 有什麼想法 歡迎大家留言 留下來告訴我們哦 那請大家持續的鎖定 品觀點的民調 每週四的上午10點 他會公佈 現在目前郭柯王 藍營 綠營 他現在目前各陣營的民調 請大家持續鎖定 真正有一次 我們下次品觀點再見囉 謝謝大家 wa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